大家好 我是开卷人杜鹏飞 气征云梦泽 波汉岳阳城 我身边这幅收藏于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 洞庭风浪 是由名墨著名画家 袁尚童所绘制 画高195.1公分 宽82.7公分 左上角字题洞庭风浪 人臣春二月房里希古彼 这幅画作与众不同之处 在于它描绘八百里洞庭 狂风木卷巨浪奔涌的景色 在画面的近处 是一只随着波浪沉浮的巨船 船工们在骇浪中奋力搏击 欲挽狂澜 在中景的一侧 有十余位观众 在亭台楼阁上观望 密切关注着湖上的波浪 仿佛屏隙一般 两处画面一动一镜 一动一镜 形成强烈的对比 动人心魄 木质远处 水雾山蓝 荣为一体 屏莫渐趋平缓 浩荡而去 如令观者 亦有所悟 原来 湍流风浪 只是洞庭湖 八百里壮阔中的异域啊 作品立意新颖 技法精湛 以变幻莫测的用笔 动静相宜的构图 刻画出 惊涛骇浪 具于倾客的 磅礴气势 天上那个阴波浪 水里的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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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上那个构 水里的富准 附送变幻莫浪 作品word 于今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热的黑热 黑热的黑热 整海前条路儿哟 黑热的黑热 黑热的黑热 晚早晚的花儿哟 黑热的黑热 狂风的作曲的奔勇 我看见水面撕开一架裂缝 若不心不定却又被卷走 我飞行星期夜趁上南投 太长妙为山蓝不上话语间 不学好荡荡 能比我无中天 是 看伤口太好有精神做 我谈笑风声看他月仰天 陪优风的浪迹是在目里 是在屯花莫测和人人着迷 看着火中心我的倒影 我记得像一杯落下来的小水 望穿风拖荡 交叉与梦泽 心横无击呀 势必吞上河 这是 我想想要害你们ICŠ sapp气ru附风平无是与梦泽 练习 interface的臀上 behaviors 都说天下作天下饿 赢了 organisatio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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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乡常德就是在洞庭湖的西边 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 西洞庭第一地域特别地辽阔 一望无际的金黄的稻田 雪白的棉田 还有那个荷叶接天际的碧绿的湖面 那个荷叶可以当伞一样打 藕那有我这么高 我第一次听说用身高来比喻 而且鱼虾满堂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鱼 有多大的水泡就有多少鱼 因为我之前对洞庭湖的了解其实是基于在书本上的一些演绎 所以第一次看到洞庭湖的时候我很惊讶 因为我想的怎么这么大一片 对 然后是一个很美妙的经历 也是因为这个主题 这一次加了一些说唱的部分 《博客唱段》里有黑落黑 黑落灰 是当地的劳动耗子 然后我运用了一些诗词 这幅画其实给我的感觉还不是平时我想象中或者印象中的风平浪静的洞庭湖 没错 其实在湖南那样一个气候条件下 可能也就是到了夏季 所以气温升高 雨水增多的时候在湖的中心吧 才会有这样一种无风三尺浪的这样一种景色 但是我看到这幅画也让我想到了我们湖南的这个船公浩子 这个里水船公浩子 这个感觉 所以《洞庭湖》其实上也是有着不同的面 非常立体的 过去画《洞庭湖》总是硬步毫妙 没有这样激劳的这个浪 而这一张《洞庭不勇》它确确反映了洞庭湖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象 那些船公都在跟风浪在兜 趴这个船 装到轿舌上面去 有各种各样的平衡动作与风浪在兜 这是禁忌 中井是那些在关风浪里的人 由于风浪不斗的人有在那个岩上关的 还有在亭台楼阁里面来关风浪的人 这个远处是这个远山 所以京中远它这三个层次在风浪之中有洞里有静的 京中远从激发上来讲 从东京上来讲 它由这个礁石 山石建筑也有 补桃汹涌的湖水与它形成对比 更重要的这些动感 这些浮水的表现 它有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通过视觉来感受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画当中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这是一幅像交响乐一般的作品 对 这个古代画家很多都是画一些贤轻一致 这个在山里面听流水看瀑布 在亭子里面多书或者深山防游这些 那么像表现现实里面的这种非常提气的 即地气的 用写色的方式来表现的 还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张画它是十分有价值的 可以讲这个画家的旅行世界里面 充满了对普通劳动者的一种情感 对 他就特别像那个端着一碗面 然后蹲在街边一边吃一边看热闹的人 但是他不光是看热闹 他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下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的场景 而且在他的画笔记录下 你能感觉到他对人的关注和关怀 这些建筑的空间 透视 金种源 这些关系以及这些存着之间的关系 还有这些存着上的人 各种身材 身心 动识的描写 都是缺到好处 仅应有法的 不容易 为什么呢 你要是用概念性的画几个时代夫文人 在那里多数 或者是大家在一个帮子里面住下来 谈性 聊天 那种场景好描写 但是像这一种 就是把现实的情景表现得那么生动 那么整齐 那么整齿 说明我们这些古代的画家 早就掌握了那些空间 透视 结构的关系 所以想问一下康老师 就回到刚才咱们那幅《洞庭风浪》 《洞庭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符号 对 因为洞庭湖是在长江边上的一个特别大的湖 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蓄洪的作用 调节水的作用 这样可以使得长江的一些汛漆 对人民财产这方面 它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它是鱼米之乡的重要的保障 所以看洞庭湖首先要着眼民生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歌颂它的原因 洞庭湖本身有很多的传说 比方说屈原写的湘君和湘夫人 他们也住在这个洞庭湖 包括柳翼传书 也据说柳翼到龙宫里边去 也就是通过这个洞庭湖才进去的 总而言之 就是在洞庭湖的身上 人们是寄予了很多美好的 优美的愿望 正因为如此 大诗人们往往在洞庭湖的身上 寄予自己的情感 比方说李白 很著名的一首诗 他专门写洞庭湖 铲雀君山好 平铺香水流 八陵无限酒 醉沙洞庭秋 这把洞庭湖的秋天写到极致了 再比方这是唐代的吧 那么到了宋代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他说到这个洞庭湖风鸣浪静说什么呢 智若春河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臂万青 美好极了 但是就像这幅画画的一样 洞庭湖如果发起标来是什么呢 日心引药 山月潜行 商旅不行 强倾急催 薄目明明 虎笑原题啊 洞庭湖的变化和人心的变化 是紧密衔接在一起 它才能让景色成为我们眼中 那个永远变化多端的那个景色 所以这样一看啊 其实画家笔下的这个浪啊 不仅仅是洞庭湖的自然的浪头 它可能也是画家自己内心的一种波浪 对 更可能是画家生活的那个时代 投射在它画笔之下的一种波浪 我们也来听一听 其他的专家对于这幅画怎么看 在我当小朋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十万个为什么 还告诉我们 我们国家的古代淡水湖 面积居于首位的是洞庭湖 再以后呢 洞庭湖的面积变小 如今它已经让位于波浪湖了 洞庭湖在中国历史之中 孕育了楚文化 又在明清以来 地方经济发展 和对于州林省的物资支撑之中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这幅画波浪涌动了几百年 直到今天 仍然还在冲击着我们的内心 此刻也一定冲击到了 我们在座的各位手工班成员 我们让若天带领我们看一看 一对新颖的组合 一首好听的音乐 一幅独特的洞庭风浪图 刚刚我们听到各位 给我们讲述了洞庭的柔美和博大 这当中也展示出洞庭湖 对一方儿女的滋养 那我相信 这也会对我们手工班的成员创作 给予更多的灵感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好像采用的材料 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用到的油画棒 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用油画棒 在进行绘画的时候 可以做出立体的效果 这样就可以在平面的绘画之中 也突出浪花的那种立体感 那今天除了这幅画之外 还有带来别的作品吗 有的有的 就是我做了这个漆扇 大漆啊 它作为天然漆 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绘画材料 我在绘制的时候就觉得 不光要有洞庭湖的这种 汹涌的鸡韬骇浪 同时也要有洞庭湖 这种让人非常喜爱的美感 谢谢你的创作 唯有君山下 狂风万古多 最震撼的 还是那些和风浪搏斗的人 我想只要有这样的一份精神在 不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人仍然有这样的信心 就像船上的那些船工一样 去顶着所有的压力 去把这一切波涛 这一切挑战 都化成这个时代 继续前行的动力 这可能就是这些经典的画作 带给属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 新的力量 谢谢吴比翔 谢谢万尼达 给我们带来的 这样一个精彩的演绎 也为我们展开了这幅 洞庭风浪 谢谢 谢谢